欢迎收听今个月的神中课 唯独你胜过一切 10月29日 他的机会 圣经使徒行传28章3031节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 放淡全港上帝国的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 一位牧师因坚持信仰而遭到监禁 甚至连他的家人也因为他的信仰拒绝了他 他在监狱里面的生活一点都不容易 但是他仍然和一帮住在里面的人分享基督 也都带领了当中不少的人接受了耶稣 他没有怨恨 反而将自己的处境当成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到底有没有可能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悲惨的祭遇 他是可以被上帝使用 成为分享耶稣的神圣机会呢 我们确信 如果我们愿意让上帝使用我们的试炼 作为荣耀他和促进他国度的成长的时候 就没有一个试炼是没用的 就在使徒行转最后几章 保罗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 密谋撒开 监禁 满烈的风暴 船难 被毒蛇咬等等 你可能会想 当他来到罗马见海撒的时候 他一定已经根皮力揭 满土怨气 并且怀疑上帝的保护和指引 但是事实摆在我们眼前 耶稣基督的福音 已经完全充满了他的生命 他利用每一次的试炼 和困难作为机会来寫作 讲道 教导 唱歌 并为耶稣 和钉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做见证 当他抵达罗马的时候也不例外 他被软禁 在他租住的地方 有一名士兵看守着他 即使是这样 保罗完全没有浪费时间 过了三天 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到 和他们照样的讲论基督 证明上帝国的道 他也让他们知道 基督为外帮人所成就的救恩 犹太人听到他所说的说话 就马上离开 但是这样 并不能够阻止保罗 现在不能够阻止到 将来也不能够阻止 使徒人传 以保罗如何在那里住了两年 和福音事工的胜利 逐为结束 凡来见他的人 他传都接待 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 教导人 并没有人禁止 让我们都效法保罗 让上帝将我们的失望 转化为与周围的人 分享恩典福音的神圣机会 请相信 这一个将会产生 永恒的结果 今天神中科的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欢迎再次收听